一看一看这些玉,现在这玉的,古玉的,这些古玉的,这几个烟嘴是老的,看这个烟嘴,这是一个玛瑙,冰糖玛瑙的一个老烟嘴,其他的东西就不是很老的,这有一个比较老的太阳化的房子,这房子是老的。 这是什么东西,大清光绪研制,这是一个狮耳的水鱼,这是水鱼儿吧,一个可能是昆大骨头的,狮耳的,这是潘之纹是,你看看底,这个底呢,你看也是比较典型的底,这多少钱啊,这多少钱啊? 三百块钱,三百块钱,价格都可以,但是工艺是一个房品,工艺是一个房品的东西,你看看这个,这个写的是大名千德年之,这个呢,有个凸线,有个凸线可不是,但是它凸线可不是, 不是老,它都是贪围上的,世界上没什么老的,都是房品,所以这么,这个写的款也都有款,好多藏友的喜欢要款的写的是,康熙,康熙玉蜀,大清庸正年之,这个东西都是工艺品的,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不要看款,这个也有款,这个也有款, 那有款的东西呢,出现在地汤上呢,到底要就要小心了,以前这种豆青肉的汤子,完整的也很多了,现在地汤上完整的也少了,所以我们可能给大家淘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少,再过两年,估计只能给大家淘一个碎的东西呢? 这也是一个,那老货的汤子啊,看下这个帽桶啊,这帽桶是一对儿,这个就残了,我们看一下底,嗯,底写是铜制年纸啊,但这个肯定不是铜制年啊,应该是老的啊,这小杯子,这小杯子是一个幼里红的啊,还有一个圆袋, 但是东西不对啊,那个青花小盘啊,这个青花小盘啊,肯定那个山水人物呢,肯定是不对啊,这个呢,是一个开门的,就是一个,属于一个,嗯,捕获迷遥啊,东西呢,它是卖老货的摊位里面也会有几个, 这个房货,包括这个啊,这个啊,这个,这个叫扎斗啊,大家看一下,它呢,你看,是黑乎乎的,然后右面的比较亮起来,才也不懂,这个呢,是一个房型的东西,嗯,但是呢,现在,就是啊,算老货的也是这样,老货里面会穿了一些新的嘛,嗯, 咱们今天最后一件瓷器啊,最后一件瓷器呢,我上到另一个视频当中了啊,然后呢,这件瓷器呢,也想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,然后呢,特别精美啊,它呢,整个呢,是镂空做成啊,看一下,像我们窗户的窗帘啊,镂空,这个叫金钱文啊,这是像一个铜钱的文式一样,叫金钱文啊,古代呢,这个,因为呢,大家都喜欢钱,不光是古代人喜欢钱,现代人也喜欢钱啊,所以说那个金钱的文式呢, 印到我们这个瓷器上呢,确实是有一种富丽堂皇啊,特别豪华的感觉啊,然后呢,这个器物的造型,大家能看出来吧啊,能认识吧,能辨识出来,这是一个什么器物呢啊,这个呢,确实是难倒了很多人,然后呢,老货哥呢,也是就这么一见,就见过这么一见啊,确实是也很不容易啊,这件器物呢,它呢,按说呢,一般我们乾隆时期特别喜欢用镂空的啊,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光绪时期,因为光绪时期仿我们青三代仿的瓷器仿的非常的到位啊,包老到光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啊,包括我们青花的发色,大家看一下啊,这种 发色呢,就非常淡雅的这种艳丽的这种蓝啊,这种蓝色呢,确实是也是我们青早期的发色啊,咱再看一下胎,胎呢,还是比较嫩的啊,这个胎呢,包括右面的这种感觉,呈现出的感觉呢,还是一个光绪时期的这种感觉啊,然后呢,这个是一个什么造型,刚才说过了啊,老货哥认为是什么呀,是一个小香炉啊,是一个香炉啊,就是香,放在以后点燃了以后呢,它可能从我们这个镂空处呢,飘散出来,然后呢,有一种这种仙境的感觉啊,然后呢,有的人呢,说是它是一个小笔筒,文房的一个笔筒啊 确实是,呃,因为这个东西成水是成不了,是鱼儿比喜都不是啊,它呢,可以成一些我们摆放文房摆放的一些东西啊,也叫小笔筒啊,这个呢,我老货哥认为呢,还是像我们就是香炉啊,还认为就是我们古代的文房器的一个香炉啊,文人雅克,然后呢,用它呢品尝,然后文香的时候啊,因为古代人呢,特别喜欢品香啊,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品香,现代人品香的风俗呢,应该还是从古代流传过来的,过去我们清代的时候啊,我们这些这个达官贵族啊,包括我们这些是富家子弟呢,他们呢,特别喜欢这个品茶啊,品香啊, 所以说呢,这个东西呢,还就是一个小雅器啊,我们量一下尺寸,它的宽度呢是7.5,它的对角呢是10.5,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啊,高度呢是7.3啊,基本上呢就接近正方形的正方体啊,然后呢东西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东西啊,一件小小雅器啊,这个东西呢,确实是它珍贵之处就珍贵的,它比较少,这种造型呢是制作的比较难,一方顶十元,而且呢都是镂空的,这都是手工制作的啊,这个难度呢,可想而知啊,然后呢,再一个呢就是非常雅啊,雅致啊,它一个清花发色呢,非常的蓝艳啊,东西呢, 稀少啊,物以稀为贵,所以说呢,这个东西器物的价格呢,不会很低啊,如果需要的话,可以联系老货哥啊,东西呢,是非常雅的一件东西啊,一件器物,那么今天的视频呢,老货哥呢,就给大家呢,拍到这里啊,现在老货呢,确实是很难逃啊,老货的价格呢,一直也在上涨,稍微完整的,品香好点啊,这个就是一个全品啊,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啊,也没有飞皮,这呢是摇里带来啊,这个烧摇鼠看,挂着用的,烧摇鼠就有的啊,这个不是毛病啊,就是说现在只要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呢,就� 这个价格呢,都非常的高啊,包括这啊,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,磕碰充线,这都是烧摇胚胎里带出来的啊,存手工的一个东西啊,非常漂亮啊,这个它的用面呢,就像和田玉一样,又温又润啊,又漂亮啊,所以说这个价格呢,还是非常超值的啊,如果喜欢的话啊,就是老货哥呢,就会让给大家啊,这个呢,老货哥也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啊,考来价格呢,也不低,这个呢,也是跟古玩店店主呢,讨价还价了好长时间啊,这个呢,如果需要的话啊,就给老货哥留言吧。